嗨 大家好 我是劉奶爸 那我旁邊這位呢 就是夢娟 那夢娟呢 有這麼多過劇 等一下我們拍一個短片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的多過劇 然後夢娟之前是只有網路上沒有實體點面對不對 沒有 那為什麼後來有辦法發展到實體點面 生意比較好一點吧 請問一下你當初怎麼會開始你現在的對象試練呢 我當初是因為我婆婆拿了一個很重的鍋 所以導致她手神經受傷 然後我帶她去看過任何骨科啊 神經內科啊 都沒有效果 所以我就決定幫她找一個好鍋 然後這個鍋子呢 非常好清好用 所以當時呢 我去跟廠商買的時候 其實她不願賣我 然後我就跟她買了100個鍋子 可是你自己只用了一兩個而已 那其他的 所以我就只用送啦 所以到最後就是想說那我來賣好了 所以因為那個 牽著賣 所以因為那個時候就開始在網路上賣鍋具 對 開始賣 好 那自從你上了網路巡銷欄人包的課程之後啊 你目前運用了哪些工具 還有你做哪些努力在網路上 我看開始學一步一步慢慢一直學 每天很努力的看喔 很努力的做 我覺得實做很重要 哪怕的課程是很循序漸進嘛 好 那我做了網站 做了FB 然後用了Light 8 然後其實我現在有很多都是在Light 8 跟FB的影響很多 那你有曾經去上過其他的實體課程嗎 有啊 那你覺得影片的課程跟實體課程最大的差別 或者是好處是什麼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影片的課程跟實體最大的差別在於 實體課程我可能當 聽過一次我就忘記了 我雖然做了筆記 可是我忘記我回去沒有辦法自己操作 可能就卡在某個地方 那影片呢 我可以一直重複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 甚至我半夜我把小孩哄去睡覺 我可以一直在自己操作慢慢來 因為我年紀太大 所以我必須要一直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做 OK 所以影片可能對你來說 其實比較適合你目前的生活狀況就對了 對 其實賣枯具的人也蠻多的啊 那我剛剛有聽你講說 其實你 你其實在 譬如說拍賣也有賣場 對 然後呢 你也很會自己去找相關的產品 對 我必須自己開發 對 自己開發相關的產品 這個可以跟大家稍微透露一點點嗎 因為其實如果說大家賣的東西都一樣 你怎麼能夠去勝過別人呢 我覺得這是 嗯 體貼你的家人的心去體貼你的買家 我覺得這是一點很重要 你買了一個鍋 如果這個鍋子 你還需要去買菜瓜布 你還需要去買珍惜 那 珍惜是什麼 鍋慘啦 我怕現在年輕人聽不懂 聽不懂珍惜是什麼 對 所以 如果說 你能夠讓它一套全部完整 拿到 它不用說 為了這個鍋子 我還要特別再去做什麼動作 做一些什麼動作 對 或者是再去買什麼 買什麼 所以我 因為當初其實是替我婆婆想 所以我會知道我婆婆說 她需要些什麼東西 我會替她找 所有相關系列產品 我就會替她想 所以如果說 你站在 買家的方向想 因為 我為什麼取名 蘋果樹 幸福生活家 我覺得家很重要 對 你如果說 體貼你的家人 想你的家人 把所有買家 都當作是你的家人去想 那你的事業應該都會成功 你在網路上會做一些 什麼樣的活動嗎 你可以打個廣告 有啊 我最近在做 一圓一鍋四鍋活動 就是說 你在 地式購物上 你可能會 買了一大堆鍋具 可是 不是你預期所想要的 可是那些鍋具又貴鬆鬆 你又捨不得 那所以我最近在做一個 一圓一鍋試 試用的活動 所以歡迎大家來 蘋果樹幸福生活家的官網 來看看囉 你現在有自己駕購物車網站 對不對 對 那每天都有訂單嗎 當然有啊 每天都有 當然啊 這是最基本的啊 最好的紀錄一天 可以賣出多少 最好的紀錄一天 可以賣出 一百多張 一天一百多張 對 好 那表示你學了網路行銷之後 真的有運用在你的市場 當然當然當然 這是超多 我以前 本來都想 而且我覺得 顛覆我以前很多觀念 以前 婆婆媽媽都會去 實體店面買鍋子嘛 對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去 去 去逛實體店面 去買鍋子 然後所以他們 很多年輕人就直接手機滑一滑 然後 所以我就按照 把你的教法 然後 嗯 慢慢的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在上面 實作 真的實作 很重要 孟娟之前是 只有網路商店 沒有實體店面對不對 沒有 對那 為什麼後來有辦法發展到實體店面呢 生意比較好一點吧 對啦 就是老實講 生意應該變好了 所以 現在不是講歐圖歐嗎 就是線上跟線下 那孟娟她現在已經實現了 不只是線上的商店 現在已經有線下的實體店了 好 那我們期待孟娟以後 有更棒的表現 謝謝你 謝謝奶爸